南怀锦大师曾这样说 人在得意时 聪明才智很容易漏锋芒 其之可及也 这点大家还可以做得到 但是其实无话 老实平淡 笨笨无能的样子 其余不可及也 这就很难做到了 人生在世 当然是要精明一点的 但为何南怀锦大师 却独独要人糊涂呢 其实这里的糊涂 并非是智力上的糊涂 而是人的食量和气量 有的人虽然家财万贯 由于浪费奢侈 不懂节约 最后免不了穷困潦倒 周五王增感叹 像周天子这般奢华 结天下之才以穷己欲 安有不亡国者 相反 有些人勤劳节俭 所以福报随之而来 一 善因好缘 有的人 事不关己 绝对不过问 不与人结缘 当然也不会有好运气 有的人 只要行有余力 就热心助人 也不需求他人回报 但是好运都会降临 让他平安顺遂 想要有福报 必须先播撒福报种子 比如积极参与利益大众的善事 热心助人等事情 所谓 助人者 人横助之 多种一点善因缘 就是修福报的方法 二 慈悲喜舍一个人有多少福报 可以由自己决定 阿含靖记载 有一位原小沙迷 本来应该要寿的 因为一念慈悲 救了许多受困水糖的蚂蚁而言寿 一念善心 可以消除罪业 一念慈悲 能够增加功德 有人 时今不昧 而获得福报 有人 不贪不义之财 而得到善缘 有人 救苦救难 而消灾免难 可见能够慈悲喜舍 福报就会到来 三 吃亏奉献许多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 不愿意吃亏 那是心胸不够宽广 吃亏奉献是一种无私的 真心的付出 是一种欢喜的 不求回报的道德行为 如果我们能学会以退为进的方法来处事 可能会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常抱持住你是好人 我是坏人 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你很伟大 我很渺小 快乐给你 苦恼给我 富有让你 贫穷我受 用这样的态度 尊重对方 处处为对方助小 必能获得对方由衷的敬爱 不必羡慕别人的福报比我大 也不必研究别人的福报从那里来 胡适之先生说 要怎么收获 先要怎么栽 已经种下勤俭 结缘 喜设 奉献的种子 自然能收到福报的果实 做事难得糊涂 处事则要强调吃亏是福 无论是交朋友 还是与陌生人共事 最重要的就是一份诚心 只要我们做到了自己该做的 那么即使得到的是不公的待遇 我们也无需自怨自艺 毕竟是事不是绝对公平的 一味地要求别人平等待我 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 有时候做人糊涂一些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福说 我是一切根源 一切根源在我 共去人生升华之道 净化人心 解脱烦恼弘扬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佛家说 苦乐皆为业力而起 称为 业缘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缘 所以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感慨 同人不同命 我们都知道 佛教中有六道轮回的思想 福说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 生生世世都得不到解脱 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就是我们自身的 业力 正所谓 善物之报 如影随形 你种下的善业就会给自己带来福报 种下了物业就给自己带来恶果 因果是真实不虚的 且丝毫不差 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了不顺 尤其是遇到了无法改变的遗憾 或者无法逾越的困难时 很容易对自我甚至于整个人生产生怀疑 认为前途一片渺茫 暗淡无光 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做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 福说 苦乐皆为业力而起 前世造业太多的人 身上会出现三大特征希望你没有 正如佛经上所说 欲知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是果 今生做者是 因果是通三世的 也即过去世 现在是和未来是 如果你的身上出现了下面的这三大特征 也许就是前世造业太多的缘故 看看自己有没有呢 第一 疾病缠身身体健康是一切学业 事业的根本 如果没有一个健全 健康的身体 很多时候面对一件具体的事情 我们都会无能为力 自教心有余而力不足 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说到底无非是作息规律 心情舒畅 营养均衡 运动锻炼 无不良恶习等等 可是真正能做到以上这些的人又有多少呢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身体或者心理上的各种疾病 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比较可悲了 要么就是身患虫大物疾 常年累月的与疾病抗争 要么是大病没有 小病不断 不是这里出问题 就是那里不舒服 总之 健康问题一直困扰住自己 其实 这时候往往要开始反思 是否是业障缠身的缘故了 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中 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太多太多的众生 与他们接下了愿求 一抱还一抱 永远都纠缠不清 第二 生活一度贫困 有的人和有的家庭生活一直都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 以至于无论自己怎样努力 都无法转变当下的困境 或者自己的工作 事业刚刚有所起色之时 过不了多久马上又会遭遇一些变故 让自己 一夜回到解放前 甚至于远不如从前 生活犹如陷入泥潭之中 越陷越深 自己越想挣脱出来 就越挣脱不开 从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备受煎熬 不知何时才能出头 这种情况也应该好好地反思 自己的福报与德行的问题 你会发现有的人不管做什么 都可以赚到钱 而且还越赚越多 越赚越轻松 真的是因为他的能力出众 资源很丰富吗 答案是不一定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一定是一个有福报之人 因此 前世几乎太少 今生过于贫困之人 一定要努力忏悔 从现在起从各方面断恶修善 积极修福 他日才会有翻身的机会 属兔人今年和太岁六合 运势不会差到那里去 不过今年之初会比往年为多 但都是破财党灾 并无大碍 工作上则无往而不利 也会有贵人相助 所以今年不妨急住身边的朋友或同事 令自己的工作运再进一步 身边的人都会很愿意睡明你 今年做事会得新应手 应该是愉快的一年 但要留意感情方面的问题 因为今年犯桃花 所以会特别容易发生婚外情 第三者等问题 未有物件者则可以很容易误色到新物件 健康运则比较不容易